大家好,今天我要介紹的是有鬼時刻錶 在這個app store打有鬼時刻錶 鬼時刻錶 打開來看 因為我們平常有時候要搭火車或捷運或是高鐵可以用這個app來查詢 火車時刻錶我們先來看火車這邊 這邊點一下 起站就是你要搭的位置 比如說你在桃園 這邊就選桃園,從你看是哪一個就選桃園 那比如說你要到 新竹好了 新竹有 新莊、新竹 OK 然後你起站跟到達的站都選好你就按 按查詢 時刻查詢 這上面有 有很多時刻 票價還有時間 發車時間 及抵達時間 有一大堆可以看 查好時間你也可以把這個東西有沒有 加到 左上角一個加入常用 把它點下去 它就會 加到你那個常用的火車時刻錶 這個app還可以查多少票在這邊 余票查詢 打到你的身份證之後它按查進去 因為這有個字我就不打了 好 好 我們先回上一頁 那高鐵的 高鐵也是一樣啦 起站跟 起站跟 那個 到達站 選好 就可以查詢 比如說我現在桃園到雲林 然後按查詢 時刻查詢 就有 五班 車可以搭 再來 回上一頁 上一頁 除了查火車時刻表跟 訂票 還有我們剛剛講的那個常用路線 可以把它加到裡面 阿不要的話你就按 按右上角 這個 刪除 這樣就刪除 刪好就完成 這樣就可以刪掉 再按上一頁 上一頁這邊左上角還有一個選單 選單有一個捷運 比如說你到台北 哇他的捷運也 非常完整 你可以看你要做哪一站 這邊有 看要做什麼 然後桃園也有 哇這個是桃園也有 這邊 高雄也有 我要做捷運也 這邊也有捷運站 大隊 好 回上一頁 還有這邊有 問題的話 還有一個客服專線 台鐵高鐵捷運 比如說台風天 看台鐵有沒有開 可以打過去 問一下 或是到 上一頁這邊 欸 時刻查詢這邊 這邊 這邊有一個 使用說明 你可以看 這邊怎麼 如何操作這個 APP 在這邊 時間 寫得非常詳細 你可以 下載這個APP 這邊可以看 好 大概是這樣子 謝謝大家收看 喜歡我的頻道 請記得按右下角訂閱